好,第二節,剛才第一節就開到頭 就講開這個埃爾尼諾現象和拉尼納現象的由來 其實今年氣象學家就預計這個埃爾尼諾現象是比較厲害的 為什麼呢?因為過去的三年其實是連續三年出現了拉尼納現象 所謂的埃爾尼諾或拉尼納沒有理由海水會無端端暖或熱 其實現在的研究普遍都相信為什麼會出現現象 其實是當發生了拉尼納現象,海水變凍的時候 應該是溫度藏在深海的海水裡面 其實過去的三年都是累積了不少葉能在深海裡 現在隔熱流現象釋放葉能出來的時候 預計會比較厲害 還有另一件事,現在全球暖化這件事是真的 我們已經發明了這個蒸氣機之後 平均全球暖化了1.2度 雖然1.2度好像不太多 但是對一個 global scale來說 其實1.2度其實多了很多熱能在地球上 而這些熱能也不是說即是地球暖化了 再加上有壓力來下現象這些反常的話 在某些地區的效果會很嚴重 大概在兩三個禮拜前 例如夏威夷的山火也很誇張 好像燒死了過百人以上 上一次嚴重的壓力來下現象 澳洲也會有很多的山火 其實這次的壓力來下現象也是 過關了另一個沒有那麼出名的 但其實原理是差不多的 但是就是印度洋的海水變暖的一個現象 那個叫IOD的一個現象 這次的壓力來下現象是過關了IOD 所以預計是會對澳洲和印尼的影響 是會更加嚴重的 但是IOD的現象其實不一定是全部都是一些負責的 例如是加勒芳尼亞 其實很多年都說加勒芳尼亞是沒有雨下的 今年是下雨下到癡了 大家是比較預料之外 下雨下了那麼多 而且在亞根廷其實下雨是多了 預計農產品也是會豐收的 但是沒有那麼如何 就是阿爾利諾現象 對一些在一些熱帶的地區 例如是亞馬遜森林 今年也很大機會是會有很多山火 絕對的破壞 應該都是為它帶來的好處是多的 而且剛才也說了 亞爾利諾現象是聖誕現象 就是聖誕節的時候是最低的 而且不是只是去年底就完結 應該是會拖到明年2024年 所以現在普遍氣象學家都會預測 明年2024年是更嚴重的 應該是非常熱的一年 因為是說亞爾利諾現象 是一個熱能的積極 所以現在我們正在受的超強颱風 只是前菜 只是前菜 大家真的要做足心理準備 是的 比較麻煩 整個地球暖化的問題很重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應該要預備極端天氣的情況 應該會越來越厲害 我再出圖 不是再看颱風的風眼有多漂亮 而我想說 之前海水不是那麼熱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了 颱風其實是吸收了海水裡面 一個熱的蒸氣 去形成那個颱風 那個強度就 depend on 海水的溫度 其中一個因素 之前你想想 大家都知道 越南的地方就越近尺度 正常來說 海水也會比較熱一點 所以那時候 可能十幾二十年前 我們香港打風 很多時候六七月 七八月打風的時候 因為那些氣壓的問題 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颱風形成了之後 可能在菲律賓東部的海域 跟著就可能靠西北的方向 就來 就是華南縣 那時候 我們還有一些 就是菲律賓 台灣 那些島 是可以頂著 令到那個 就是 那個 就是颱風的強度 減弱了 第一去登陸 第二就是 其實 其實 菲律賓北部 其實有些 鋁頌有些山 那些山其實都會影響到 螺旋營的發展 那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 之前去南海之前 就是十幾二十年前 其實是會減弱了一些 或者去中了台灣 又是會減弱一些 那現在死了 就是可能是 位度比較高一點的地方 那些海水都是夠熱 那可能那個颱風一向西一點的方向 好像大家都看到這兩個颱風那樣 走某 就是西北偏西的方向 打橫 一剛好就有個 就直接就來到香港 那所以這次的颱風 就是 當然了 經過呂頌可能都會有少少少減弱 但是 不是好像之前十幾二十年前 那麼誇張的就是減弱 那所以 打到來香港的風呢 已經是沒有了這個 就是天原形屏障 那所以來到香港的風呢 整體可能現在是會比較強了一些 那所以大家就是要有心理準備 那這些島鏈的地方 就不一定是軍事上的一個想法 那其實在颱風上 這些島鏈呢 其實都可能可以 補帶得到我們香港 那大家可以看看 那不如也說回一些經濟 因為雖然其實天氣都跟經濟一樣 如果你投資了一些農產品的股票等等 那但是 我們再看看 那今晚呢 雷總好像都公佈了兩三個經濟數據的數字 好像 PCE 就連儲局都一定會看這個數字 那我看到的數字好像都符合預期 那PCE如果是 包括能源和食品的話 7月份就升了3.3% 那如果除了食物和能量的話 就是4.2% 那我看到暫時的數據都是 就是那些新聞都是說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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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晚的美股 其實 納斯特就升了0.6% 那之前其實納斯特 那時候都說 會不會 就是 看起來好像一浪低一浪 會不會就是 即是今次下去之後 接著不上一萬五千點呢 那又 多強 又暗上來 一萬五千點 暫時 就不知道 會不會升破 即是之前一萬五千八百點 即是今次反彈狼的高位 那但是 就是職務以來 那 那LASDAQ暫時都企溫 在一萬五千五點上 那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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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 那 那 那 可能 其實日本 不經不覺都升了不少 就是之前是由三萬四千點 然後回到大約三萬一千二 那現在都升了一千多點 那然後到三萬二千六百八十幾點 那 那 這個不知道怎麼說 其中一個最強的股市就是恒指 如果你買了紅的話 就向下的機會比較高一點 最近好像我昨晚 當然我不能說他做什麼交易 有個朋友他店舖 剛剛公佈了一個 研究報告說 如果恒指今年最淡的話 最懶的情況的話 他們的行就看12000點 你們兩位就是那間行的 財管的客戶 我沒辦法拜讀 那個報告我都有看新聞 所以究竟他的情況 或者他的模特兒怎麼建立 麻煩你們就問你們的 看看是不是合理 但是如果標題黨的話 他就說恒指今年最差最差的話 他覺得就有機會去到12000點 現在如果18000點也有6000點跌 上網就說21000點 我記得 似乎就是他們這樣的看法 恒指都是比較慢 但是這些所謂的 含指目標價 的範圍也寬到得淡少 這個 不需要太認真 簡簡簡簡簡簡簡 各自有各自的考慮 這件事就各自表述 不誇張那些新聞也不報導 對不對? 如果太多了 也沒有人說 很難做的 他們都要 都要找飯吃而已 做記錄報告也不是寫聖經 對不對? 都是想找一口飯吃而已 你寫中國經濟差又被人抓 寫恒指差應該 陳茂波也未必抓你 再看看情況 這個 法國也在微升0.07% 所以整個外圍的指數 都是做得不差 OK 雷總就交了一張紙仔給 Jackson Hole的三個人 我看一張照片都很漂亮 三大央行的行長 拍了一張漂亮的照片 我覺得都不錯 有一點斷背的感覺 我想多了 斷背? 不是 這個Bernardi 說笑 你看這張嗎? 我看見 反而是Lagart 有Lagart粉 有個女人 是啊 因為這張照片正面 我找到了 Bloomberg 因為我看了這張照片 中間那個就不會拉加德 左邊那個才可以拉加德 中間就是KO的老友 新任的日本的BOJ行長 你現在不要再說我日本的故鄉 我老友那些 現在幫日本的福射水 說好說話 都被港府視為遠對抗 待會真的拘捕我 不要 我和日本 不共打天之仇 我還是很喜歡越南京大屠仇 所以你決定一定要吃日本的海產 你不要說我吃完其他日本的東西 不要 而且你懂日文 你可以幫忙 瘋狂打騷擾電話 可以 不要浪費你學了日文 待會再說 說得正經一點 所以Jackson Ho 我不知道怎麼解讀 因為我沒有全部看完傳聞 但是傳媒來說 標題就說 又應又合 裡面說的內容 又有一點點強硬 就說 今年你都不要看 一定加息 我都是Data Dependent 也未必都應得了 為什麼要解讀呢 因為如果看回利率期貨的話 接下來那個月當然是不會加息 還是88.5% 好像很接近上個星期的數字 88.5%都覺得是不會加息的 只有11.5%就有些人覺得加息 年底好像多了 11月就覺得是有機會加一馬 即是多了人 當然53%是覺得維持原判不加 但是有機會就是加一馬的話 就多了41% 那年底的話 那也是暫時有搞笑的 就是如果 如果年底是 就是 11月的情況就是覺得 5.5%不加 那麼 有41%是會加 但是去到 但是去到 就是12月的時候 只有38.5%的人 是會覺得是 加了一馬 那就是為什麼呢 是不是有2-3%的人 其實市場的意見都很分歧 就是說 減息 那就是不懂怎麼解讀 那麼去到什麼時間 但是明年會有機會減息呢 嗯 都暫時3月都是 推遲了 前面是推遲了 對 推遲了少許5月 5月就有機會減一馬 那麼 怎麼解讀 就是 你第那張紙仔他們有沒有讀 就是 就是 說些什麼呢 還有就是 你有沒有跟 拉加德 還有日本央行的行長去說話呢 唉 玩鞋子 老實說是 不過 不過我覺得 其實 鮑威爾 我覺得他是 會出一個 嗯 怎麼說呢 怎麼形容詞呢 Dole fish hawkish tone 就是 其實我覺得他 這次是略為地 偏了少許 已經是 還有我想 如果你看回這兩天的 一些美國數據來講 特別是和一些 就是 職位相關的數據 譬如說 今天出了這個 私人職位 那個情況來講的話 其實都是 比市場 預期 是略為地溫和 那 昨天也好像出了一個 就是 那個 那個 不是 出了一個 job openings 也都是比市場 預期是 比較低一點 那 那 似乎就是 美國的 勞工市場來講的話 似乎都開始有些少 就是 怎麼說呢 又不是叫 又不是吹淡風 不過叫做 冷卻一點 冷卻一點 而更加重要的一個數據 我覺得 不過市場 好像也不是太多人 有表述 就是 那個所謂 叫做 就是 有意欲 劈砲 的 那個 也都是 跌到 好像兩年多 來的低位 那 似乎就是 美國的 有工做的人 來講的話 似乎都 開始意識到 外面的環境 未必是 那麼好 所以 就開始 劈砲的意欲 就被 之前都是收斂了 那我想 這些都似乎 顯示著 就是 過去的年紀 加息的 那個影響 是慢慢地 在那個市場上 滲出來 那 那當然 就是 更加 就是 清晰的 的 訊號 就會 明晚的 就業數據 才會公佈 明晚就會出 就是 一系列的 就業數據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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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薪 周時 那些工資 都會明晚出 所以 就會更加清晰 但是 起碼暫時看回 這個禮拜見的 數據來說 我覺得 聯儲局 應該是 樂於見到的 就是 就業市場 是沒有之前 那麼 興奮合的 一個 感覺 不過 真實的情況 就是 明晚 發出 8月份的數據 才可以 看得更加 清楚一點 暫時 我看這個資料 就是 期望大約 是 17萬到18萬份 那麼 上個月 就是 18萬7千份 那麼 所以 如果 都是17萬 那麼 就 打平了 開始 雷總說 雷總說 又不是覺得 好像熱 但又不是說 摸直了 都是 比較 微微的 溫和一點 是啊 其實如果是 一個 最理想的情況 就是 我們經常說 金髮女孩的情況 不太熱 不太冷 剛才你所說 正正是 市場 最期望見到 不是太熱 又不是太冷 的情況 這個就是 你之前說的 高迪洛 那個故事 不詳細說 那麼 所以 美匯指數 都不是波動得很厲害 那麼 去到 我上次不是說 那個位置 究竟是 會升不升穿 就是那個下降軌道 如果拿一把隔斤 而我的隔斤是直的話 那麼 好像都 升穿了 就是之前 大陸來的那個 下降軌道 那麼 所以 美匯指數 現在是103.26 那麼 不明白 一件事就是 Dollar Yen 都還沒做事 就是央行 有沒有打電話給你們的銀行員 就說 喂 BOJ想問一下盤 如果要 這個Yen 就是 買回一些Yen 的話 有些什麼盤 可不可以做十幾塊 二十塊 那樣 好像沒有這些風聲出來 因為一出這些風聲的話 BOJ打電話問盤的時候 那些銀行員也有朋友 那些銀行員會用 又會WhatsApp Ko 就說 喂 BOJ問一下盤 是不是會做事 那時候 Dollar Yen就會用 但是 到了現在 我覺得其實 這次的央行行長 我覺得是 聰明過之前的黑田 就是 因為手法沒有這麼 之前那麼豐富 當你有時候是 有一點點模糊 不知道是 你究竟做還是不做的時候 反而市場是會 比較容易去處理 而且你每天 其實銀行著 Dollar Yen的話 因為始終 Dollar的利息 利率是貴 過Yen那麼多 其實你每天 利率的支出都不少 所以 我寧願 都是 你們成勢 現在的位置 都去到 三十年的 一個 Yen的低位 如果大家還是要去 日本掃貨的話 就搶點實錢 去到便宜一點 就去到便宜一點 買Yen 你說不是 糟糕 下次Dollar Yen 升到一五五 我貴了 那些實貨 你就要少少 吃少碗拉麵 你不是 沽了一層樓 沽了一層 沽了一層 全部一絕 就贏Dollar Yen 你買少少 我覺得方向好 好過你每天 給了利息成本 即是 我真的不知道 什麼時候 BOJ 才會做事 很難猜 所以 大家看 大家市場 誰都知道會動 YCC 但是不知道時間 這些盤 我就很不喜歡做 因為你坐著 我看到新任日本行長 沒有工作 我就已經幫他做了 我昨天 真的 去買了Yen 幫我太太 太太做了 遲些 跟她的好朋友 歸密 去日本旅行 我就奉命地幫他 換了Yen 所以我先幫他 先發制人 先做好事 雷總 也是這個位置入貨 大家可以看看 是不是這個位置 也是一個可以看的 EUR 都沒有什麼變化 都是去108.47 接著就 綁 綁 兩隻都很悶 佔美湖指數比較大 因為美湖指數也不容易 每天都出一些差的新聞 我都說 澳指是最無辜的 因為 又沒有辦法鎖 或者很有系統的鎖 這個人民幣 唯有 白狗偷吃 黑狗當災 這樣的概念 澳指還是六十四尾先 都是沒有什麼動作 都是一般的 我反而 上次 大家都知道上個星期去新加坡 我反而是看到很多 多了些澳洲人 如果有些在新加坡的 就業的機會 或者有些項目的機會 就希望在新加坡 賺到的錢 就帶回去澳洲 去花 是啊 旅遊就少了 因為去澳指 如果平時去賺澳指 出去花費就貴很多 因為坦白說 主要的貨幣來講 澳指都會跌到幾倍 第二是澳指 第一可能是日圓 但是他們寧願找些機會 因為 叫做新加坡 都是近一點 是澳洲的方面 就算去新西蘭 大家兩個都是 孖生兄弟 都差不多 所以可能去新加坡 發展機會 就比較高 希望賺點外匯 然後帶回去澳洲律勢 這段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回來再講其他優質 跟著就再講其他幾個 topics 謝謝 謝謝 謝謝